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官宣成为香奈儿品牌大使,是时尚新冲击还是就调重谈? 10月4日,香奈儿晒了王一博单人照。 王一博巴黎时装周造型,黑白配色很有格调。 香奈儿官宣王一博成为其品牌形象大使。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,而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,因为王一博是目前最年轻的香奈儿大使,也是唯一没去总部就直接官宣的大使,这意味着什么? 首先,我们要了解一下王一博的职业生涯和知名度。 王一博是1997年出生的,今年才26岁,但他已经是一个多期发展的全能艺人。 他从13岁开始学习舞蹈,15岁就参加了韩国YG娱乐公司的练习生选拔,并在2014年以UNIQ组合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。 虽然遇到了献含令等困难,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,而是在国内继续努力拓展自己的事业。 他先后参加了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等热门综艺节目,担任了创造101这就是街舞等热门选秀节目的导师, 还参演了陈情令、吴明等热门电视剧和电影,展现了他出色的表演才华。 他还是一名职业赛车手,参加了多项国内外赛事,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他还是一名歌手,曾经发行过多首个人单区,并在各大颁奖典礼上表演过。 可以说,王一博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王牌。 王一博不仅在娱乐圈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人气,还在时尚界有着极强的角色和影响力。 他从出道开始就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和风格,无论是在红毯上、舞台上、杂志上还是日常中, 他都能驾驭各种不同的造型和风格。 他可以复古高贵,也可以文艺清新,也可以霸气酷炫,也可以街头潮流。 他对服装、配饰、彩妆、发型等细节都有着精心的打造和搭配,让每一套造型都成为经典。 他也曾经与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合作过,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与香奈儿的合作。 香奈儿是法国著名的奢侈品品牌,以其优雅、精致、时尚而闻名于世。 香奈儿与王一博的缘分要追溯到2018年,在创造101里担任舞蹈导师的王一博就穿了一套香奈儿的造型,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 从那以后,王一博就开始频繁地穿着香奈儿的服饰和配饰出现在各种场合,如陈情令的见面会、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、金英奖,这就是街舞等等。 据不完全统计,王一博在正式场合一共穿过52次香奈儿,非正式场合也有穿过几次。 他对香奈儿的演绎和模特的区别非常大。 王一博有一种特别的气质,当他和衣服完全融为一体,就成了一种全新的感觉。 他不仅能展现出香奈儿的高级感和品质感,还能赋予其个性和活力。 他让香奈儿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,而是一个可以亲近和享受的时尚。 那么,为什么香奈儿会选择王一博作为其品牌形象大使? 这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原因? 王一博符合香奈儿品牌的理念和精神。 香奈儿品牌的创始人可可香奈儿是一个传奇的女性, 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勇气改变了时尚界的格局,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。 他曾经说过,时尚是变幻无常的,而风格是永恒的。 王一博也是一个有着自己风格和态度的艺人, 他坚持自己的热爱和梦想,不随波逐流。 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,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和才华。 王一博和可可香奈儿都是同样敢于追求自我的人, 都有着同样的创新精神和独立个性。 王一博拥有强大的流量和影响力。 作为当下最火热的顶流明星之一, 王一博拥有超过4000万微博粉丝,超过1000万Instagram粉丝,超过500万Twitter粉丝。 他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引发热议和话题, 他参与的节目、电视剧、电影等都能获得高收视率和高口碑。 他还拥有众多忠实和热情的粉丝群体, 他们会积极支持和宣传他所代言或合作的品牌。 王一博对香奈儿品牌来说, 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推广力量和宣传力量。 他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香奈儿品牌, 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。 王一博符合香奈儿品牌的年轻化和国际化的战略。 香奈儿品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品品牌, 其主要的消费者群体是中老年的富裕阶层。 然而,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市场的竞争, 香奈儿品牌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变革, 以适应新的需求和趋势。 香奈儿品牌需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全球人, 让其品牌形象更加年轻化和国际化。 王一博正是符合这一战略的最佳人选。 他是一个代表着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, 有着广泛的国际视野和影响力, 能够让香奈儿品牌更加贴近年轻人的审美和喜好, 更加符合国际化的标准和水准。 王一博和香奈儿品牌是一个天作之和的组合, 他们之间有深厚的缘分和合作基础, 有相似的理念和精神, 还有互补的优势和价值。 王一博作为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, 不仅是对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种肯定和提升, 也是对香奈儿品牌发展的一种助力和推动。 相信在王一博和香奈儿品牌的共同努力下, 他们会创造出更多的时尚奇迹和经典传奇。 当然,这样一个重磅消息, 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响。 许多粉丝和公众都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论。 很多网友说, 王一博是最适合香奈儿的明星, 他穿香奈儿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样。 他完全可以担当起香奈儿大使的重任。 还有人说, 香奈儿真是有眼光。 选择王一博作为大使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。 王一博不仅有着超高的颜值和气质, 还有着超强的才华和实力。 还有网友觉得, 王一博和香奈儿是一个完美的搭档。 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态度, 都敢于追求自我和创新。 很多网友希望王一博能够在香奈儿品牌的帮助下, 更好发挥自己的才华和魅力, 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和成功的艺人。 也希望香奈儿品牌能够在王一博的影响下, 更加贴近年轻人的需求和喜好, 成为一个更加时尚和国际化的品牌。 最后, 祝愿王一博和香奈儿品牌能够携手共进, 共创辉煌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